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应首相身为承手仿机库 援助5000万英镑防空系统 奪回克里米亚 乌克兰副防长预估战争结束时间 马斯克恢复川普推特账号 追随者持续暴增 德国而出台新规 防止企业对华过度依赖 成都一边封控 一边举行万人马拉松 张文宏说病毒漸进稳定期 登热首第一 中共大使说 中国元素照亮世界杯 自己人排山倒海批评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英国首相辛伟成首访机库 援助5000万英镑防空系统 辛伟成在19日首次访问乌克兰 宣布额外援助价值5000万英镑防空系统 他和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 一起举行记者会 说今天在这里 我要说的是 英国将继续和你们站在一起 直到乌克兰赢得它需要 亦应得的和平和安全 根据唐宁街的声明 对乌克兰最新援助方案包括 125门高射炮、雷达和反无人机设备等等 由于俄罗斯正在打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乌克兰要求提供更多防空系统 扎连斯基在推特发文说 有像这样的朋友在我们身边 让我们对胜利充满信心 夺回克里米亚、乌克兰副防长预估战争结束时间 俄乌战争冲突持续 随着冬季到来 寒冬令战事更严峻 近日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加夫里洛夫 接受采访时说 乌军可能会在12月底进攻克里米亚 明年春季结束整个战争 英国天空新闻19号 专访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加夫里洛夫 他说 尽管认为俄罗斯发动核攻击的可能性很低 但就算真是被来自俄国的核打击 乌克兰在取得胜利之前 绝对不会停止战斗 当谈到与俄罗斯和平谈判时 加夫里洛夫说 只有俄罗斯军队准备好离开 乌克兰的每一寸土地时 其中也包括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 和平谈判才会发生 他同时又说 每个人都知道 任何试图拖延冲突的行为 都意味着反对乌克兰正常国家化 目前随着冬季的到来 尽管条件恶劣 气温寒冷 但乌克兰军队还是继续战斗 加夫里洛夫说 我们别无选择 因为任何暂停行动 都会令俄罗斯有更多 补充副传统增援的机会 最后问到战争何时结束 加夫里洛夫就说 作为军队 重要的是要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 但我认为春天结束时 这场战争就会结束 另外乌克兰高级官员在19日宣布 将好快开始疏散 希望离开最近解放的南部城市 克尔松和周边地区的民众 理由是俄罗斯军队造成破坏 路透社说 被问到预计何时开始撤离上述地区时 乌克兰副总理韦列书克说 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 毅列书克又强调 这个只是自愿撤离行动 目前乌克兰当局并非讨论强制撤离 马斯克恢复川普推特账号 美东时间11月19日晚 推特的新老板马斯克恢复了美国前总统川普 在推特上的账户 推翻至2021年1月6日 美国国会大厦事件以来推特实施的 无法访问终身禁令 马斯克在推特上发起一项民意调查 让推特用户投票决定是否解封川普账号 持续24小时的投票结果显示 51.8%的投票支持恢复川普账户 48.2%投票反对 马斯克随即宣布 他将在礼拜六晚恢复川普账户 就在马斯克宣布后没多久 推特上已经可以查阅川普的推特账号 而粉丝数量持续飙升中 马斯克在推特上写话 人民已经发声 川普账户将恢复 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他使用了一个拉丁语短语 没多久之后 川普账户重新出现在推特平台 连同他以前的推文超过59,000条 川普最新的推文发布在2021年1月8日 目前上不清楚川普是否真的会重返推特 他过去曾经说 即使他的账户被恢复 他都不会重新加入推特 他一直使用自己的社交媒体网站Truth Social发帖 该平台是在川普推特账号被禁后推出 投票结束前几个小时 川普在自己的Truth Social平台上发帖 鼓励追随者以积极态度在马斯克的民调中投票 但对于加入推特 他就说计划留在自己的平台上 马斯克今年5月说 他不同意川普推特禁令 并将恢复川普的账户访问权限 他说该禁令是一个错误 因为他疏远美国的大部分人群 并没有最终导致川普没有发言权 同时还破坏了人们对推特的信任 马斯克星期五说 他已经更恢复了其他的一些被禁账户 德国而出台新规 防止企业对华过度依赖 路透社披露一份机密文件草案说 德国外交部计划收紧对企业相关规定 以避免因对华过度依赖而承受过大风险 新规要求公司披露更多信息 或从中对地源政治风险进行压力测试 而以措施出台之制 德国正寻求减少对华经济依赖 这是总理索尔茨政府制定中的对华商业新占领一部分 文件中说目的是用市场经济手段改变德国公司的激励结构 令减少出口依赖性更具吸引力 文件特别提到化工和汽车行业 在这份长达65页的文件列出的步骤中 其中一些已经被报道 包括收紧在华活约公司相关规定 以确保地源政治风险被考虑在内 该文件说目标是责成在华公司具体说明 和总结和中国有关的发展和数字 例如在现有披露要求的基础上 采用单独通知义务的形式 文件说投资担保将面临更大审查 以考虑到环境影响工作和社会标准 并避免供应链中有强迫劳动成份 为避免集群风险 每间公司在每个国家的投资担保 应限制在30亿欧元以内 政府还计划收紧出口信派担保 避免不必要的技术转让 特别是敏感的两用技术 和可用于监视和镇压的技术 成都一边封控 一边举行万人马拉松 在20号 四川成都在疫情封控下举行大型马拉松比赛 上万名参赛者不戴口罩比赛 当日早上7点半 万名选手从博物馆名昌开炮出发 今年是成都马拉松活动举办五周年 赛事路线沿用以往赛道 网传的影片显示 参加比赛的选手们在开跑前戴着口罩 但名昌开跑后 绝大多数选手都脱下了口罩奔跑 赛道上人潮洶涌 赛道旁边有保安人员 但都戴着口罩 与此同时 成都部分区域还是实施严厉丰控 引起当地网民嘲讽说 真是肉酸 一边莫名其妙比皇马 一边万人马拉松 一边区域静默五日 离谱的是 凭出入证可以去参加马拉松 跑马拉松的是一群人 做核酸又是一群人 这些人都互不打扰嘛 白是简办 红是缓办 马拉松必须得办 在成都马拉松开赛前一日 成都官方发布通告 19日全市新增本土感染者110宗 要求严防跨区域疫情传播扩散 省外来人员入村绩检 实施3日3次核酸检测 成都并非首个在疫情下举办马拉松的城市 在之前北京也举办马拉松比赛引发争议 在11月6日早上 因疫情历经两年停办的北京马拉松登场 2万多人聚集天安门广场开跑 网民嘲讽说 是做show 一边是疫情风控 一边是跑马拉松 也不怕密接 也不需要戴口罩 也不说聚集了 哪个专家可以解释一下 还有网民批评说 超市商店不准开门 小区封闭出不了门 健康宝弹枪不可以进京 最终跑步一点都没问题 深刻领教 什么叫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女澳华裔历史学者李源华说 这些矛盾显示 中共也知道Omicron近似流感 危害不再那么大 但因为清零政策属于中共认为 自己政治正确的一个政策 它又不会改 于是在社会上 就可以看到这些非常矛盾的事 张文黄说 病毒漸进稳定期登月首第一 中国防疫专家张文黄说 病毒的致死率已经非常低 中国的防控策略 改变不了病毒变异带来的极快传播速度 在19号 张文黄表示新冠病毒 逐游进入稳定期的话题 登上微博热手第一 在18号举行的大陆界海南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上 张文黄说 今天我们在这里 只要我跟你见一见面 你就必会受感染 空间交叉也会被感染 虽然变异后的Omicron传播速度极快 但病毒逐渐进入稳定期 对人类造成的损害也逐渐降低 该话题也一度登上热手榜 有网民质疑 热手第一 奇怪 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重大信息 为什么不是由国家卫健委 或者国家疾控中心发布 若有人认为 政府是利用张文黄试水温 近日国务院出台所谓防疫优化20条 不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取消次密接同中风险区等措施 但各地政策不一 照令直改一片混乱 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中共实施严格的动态清零后 现在骑虎难下 各地政府无法真正开放与病毒共存 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风控和放松之间摇摆 中共大使说 中国元素照亮世界杯 自己人排山倒海批评 卡达世界杯足球赛20号正式开幕 从球员的球衣、比赛用球、比赛主管场、球迷村、周边各类商品、官方用车等等 几乎都是由中方包办成建和提供 不仅如此 中国还送了两只大红猫到卡达 中国裁判也参与其中 官媒新华社报道 中共驻卡达大使周健受访那时吹嘘说 中国成建了世界杯的赛事场馆 太阳能发电站 还向卡达贩卖1500辆中国制造的新能源车 说这次卡达世界杯 中国元素和中国贡献随处可见 如同满天的繁星照亮整个卡达的世界杯 这番言论引起中国民众排山倒海的批评 网民留言说 除了中国蓝足 中国其他元素都去了 连红猫都去了卡达 就是蓝足去不了 更有网民气稱中国才是主办国 中国国家足球队 在今年的卡达世界杯 在外围赛期间就惨租淘汰 无缘进入会内赛 更不要提获得卡达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了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